美国总统川普说美中愿意重启谈派美股应声走洋道琼涨269点 亚洲股市大致是同步翻扬的 川普对贸易战发言反复无常投资人无所适从 资金该寻求避险吗 革新在美国和德国控告台积电会打乱iPhone等重要零件市场吗 理财PP连线访问问保投顾朱成志董上 董上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尽管美中双方说辞不太一样 不过中方愿意重回谈判 说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投资人又从绝望当中活过来 而股市呢也反弹上扬 美中贸易战的发展真的是很难预测 对不对 的确这个因为最大的变数是川普总统管不住他自己的嘴巴 那么他是很容易被激怒的 我们从最近的这个新闻上面 我们仔细回头来看一下 当中方他所提出来是在8月23号的时候 他针对了美国输往中国的商品750亿 他分两批来瞌睡 因为这750亿已经算剩下来的了 因为美方川普当初是8月1号对中方输入的3000亿美元的商品 瞌睡嘛 那8月1号川普在推特这么一发 等到了8月43号的时候 川普曾经就改变了 就把这个时间分成两段 有一些呢因为怕影响到圣诞节延到12月15 你想想看当初8月1号川普做的决定 8月13号开始自己把自己这个决定放松了 可中方的时候都没有表示 中方是到23号才回应动作吧 回应的是8月1号以及8月13号 你做的这两次的分别的时间 所以对中方来讲 其实他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别人他是很克制了 他也经过了深思熟虑 可能内部也做过了讨论 那中方一出手的时候 就算是磕美国的关税 有磕很多吗 美方当时起跳是10个percent 中方分了两个 有的是5%的 有的是10%的 那同样也是按照那个川普定的时间嘛 一个是9月1号的 一个是12月15号的 所以我觉得中方啊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很克制的 并且很清楚很理性 可是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股市啊 还没有特别的跌 那时候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五是小涨的 然后慢慢的 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就开始往下跌 最重要的是 那时候各国的央行的这个首长 在Jackson Hole开会 当时美国Fed的主席Bower 他发表的谈话 其实表现出来 他没有被之前 川普一直要他怎么样 一口气降一百个几点 一百个几点是什么意思 就是美国的利率就是四码 一个percent 因为一码是0.25码 所以他要求他降这么多 但是Bower的讲法是四平八稳 他美国经济有状况 说他们会去调整 是董事长 其实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言论真的是反复无常 那他自己也说了 他在美中贸易问题上 反复无常是他自己的谈判方式 可是投资人就很可怜了 在悲观和乐观间摆荡 苦不堪言 那现在法人忙着避险 所以呢上市贵的ETF也报大量 这时候资金该往哪里去 投资人也该学着避险吗 我就觉得投资人要学的可能不是一个避险 这两个字 首先呢川普他本身 他这种说法是 这一次的变法是两天就改变了 8月23号他的对应动作 然后到了8月25号 放出来的消息就不一样 然后到了8月26号 我们昨天所看到他在G7 跟就是法国的总理马克宏 两个人同样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 他把话锋一转是转到了去称赞习近平 但是他在8月23号发的推特 是把鲍尔跟他打成敌人 然后到了26号 他就赞扬习近平 然后就掰出来一个 中方跟他打了电话 那中方的发言人说我们没有打电话 所以这个打电话没有 谁打给谁 根本搞不清楚 对啊 那就是川普自己讲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 川普的个性是这样 请问怎么避险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在昨天礼拜一 外资是什么 外资是大买那个富邦VIX 富邦VIX你买他的逻辑就是 几十张的大量对不对 报天量 这个是报天量 几十万张 对 但是各位 这个不叫做避险 这叫做追逐风险 因为VIX要 你要看好 VIX要涨 只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股票会崩盘 大崩 看空嘛 看空嘛 所以他的逻辑这种 已经不叫做避险 这就是你看空 所以去做这个动作 还是说多空都做呢 当然有可能 但是他也没有多空都做 外资在这个月 从头到尾就是卖台湾的股票 昨天他也卖了144亿 这个月卖了1268亿 1268亿 在今年就是五月份的时候 他卖的比他多 五月份那时候卖下来 总共是卖到 我统计 1446亿 你看 一个1446 一个1268 外资哪有避险 外资就是 只要川普讲话 就K台湾的股票 讲了 不但K这个 顺便呢 也买那个台湾的VIX 就希望台湾的股市 会出状况 是往下大跌 那结果今天的一涨 外资也傻眼 外资也没有办法算到 川普的讲话 就是这样子 不经大脑 他就说变就变 并且你仔细看 电视在荧幕上面 所显现出来 川普的谈话 他还故意 他就是 就要耍他这种 老大的这种性格 好像他的意思是 认为这样子 我们还可以 这种上谈判桌 他说 我还非常喜欢 他们用那个字 那个字叫 叫KAM KAM K-A-A-M 就代表冷静 他说 这个是副总理 中国副总理 这个 所讲出来的 这个KAM 这个字 我喜欢这个字 他自己是最不冷静 他就 他就喜欢人家 跟他讲话 很冷静 所以我们要 了解一点 川普之所以 那天后来 疯狂发推特 最主要就是 美国股票那天 大跌了 623点 所以各位记得 只要美国股票 大跌 川普的态度 就180度的转变 你说他很关心 美国的农民 我觉得错 他更关心的是 美国的股票 所以呢 开开玩笑讲 现在大家都说 全球现在最准的 叫做川普投顾 如果他在这个当中 他身边的人上下其手 去做一些旗帜 去做一些什么操作的话 谁打得过他 他的两根手指头 推特上一划 就出来了 那就影响到全球的改变 也因为这种状况 对台股来讲 我只能给各位一句话 就是川普可以改变 一时的方向 但他改变不了 趋势的力量 也就是说 今年台湾的股票 的主轴是什么 川普在5月15号 要打华为 川普在去年12月1号 叫加拿大 在机场 把华为的发言人 财务长孟晚舟 这个号称 认证认证飞的大女 叫小公主 把华为小公主扣押下来 扣到现在 加拿大也是烫手三鱼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所做的所有动作 请问改变得了5G吗 改变不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已经给予华为 两次90天的延长 让美国的厂商可以供货 所以我觉得答案到最后 大家就跟着川普 电脑过来做 他要打华为 你就想办法去买5G 相关的重要的股票 这个趋势才叫做对的 是 另外有一个大事 就革新在美国和德国法院控告 台积电侵权要求禁止 输往美国 一般认为说 可能会打乱iPhone等电子产品 重要零件市场 董事长你怎么看呢 台积电本身受到影响大吗 我觉得大家不用烦恼 在美国的这个国家里头 他其实充满了法条 法律 在美国收入最高的都是律师 为什么 律师就恨不得 这个A来打B B来打A 那所以 我觉得律师性格就是这样 这种都很家常便饭的 在国际上面 这家公司 靠另外一家公司侵权 或者什么状况 习以为常的 上一次 美国的高通 也在告苹果 他们两边也告半天了 你这个手机 你不能用他的相关的专利 不最后怎么样 Always和解 所以我不认为 这个会很严重 这些事情 家常便饭 正常处理 是 董事长刚提出一个 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跟川普对坐 他要打华为 你就去买5G 那在台股跟着川普 还有美股起起伏伏的过程当中 外资连迈了11天 这段期间 有哪些类股 或是个股相对是抗跌的 是不是有一些 业绩成长股 还是受到青睐呢 没有错 所以我就说 川普他充其量 他若不是总统 他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商人 这个商人将本求利 他绝对不会做那种 他有什么人生重要的信仰 或者什么宗教般的那种牵扯 绝对没有 他是一个百分之一百怕的商人 变成商人干什么的 他其实 他没有创造什么更伟大的东西 他就是搞房地产 他搞得不管度假的 或者是高尔夫纠缠 大概都是跟饭店地产相关 他不会搞生产制造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care 美国有关于 比如说矽谷这边的科技创新 他才不管你的 他对这些呢 不是他的主軸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趋势力量是什么 川普嘴巴说 要压制什么5G 他讲一大堆 可是我跟各位讲 全世界事实摆在眼前嘛 5G现在全世界最领先的 就是华为 第二 第二名的 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芬兰的Nokia 一个是瑞典的Erikson Erikson那时候 不是Sony跟Erikson那时候 并起来那时候 为了他手机部门 好了 这两家 比华为 落后两年 这个同样也在做5G 这两家的产品 比华为大概的产品 是这两家打6折到5折 的价格 效率更好 更便宜 接过来美国有什么 美国有一家Sysco 我记得那时候 美国 川普在打华为的时候 是5月15号 从5月15号那天 打华为到5月底 那半个月 美国一堆电子股 跌得稀里哗啦 只有一档电子股在涨 那一家叫做Sysco Sysco 在5G这个世界里头 那个落后的速度 比刚才说的 Erikson 或者是Nokia 我看这落后个两年以上 所以美国根本 谈到5G 门都没有 它只有Crocon 所出的5G的chip 但是那Crocon 高通所做的这个 它不是5G的基地台 还有个国家 弄了半天 它说它要弹5G 结果它没有基地台 只有手机 你认为美国这是 全套还是半套 所以川普 他根本就不懂产业的人 所以他做的逻辑 他完全颠倒 整个应该走的 那种经济的策略或方向 所以诺贝尔奖的 得奖的得主 克鲁曼才会去求他嘛 那是两个礼拜以前 在美国写文章 就说你川普所讲的这些 经济的这些概念 你是全错的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子 美国东岸西岸 都不是川普的票场 美国只有中西部 那些广大的 农业州 白人 然后在农业州 然后收入比较低的 他要的就是这种票 所以当中国大陆 8月23号 针对了美国的农产品 针对了美国的木头 相关这些 把那个关税 很克制啊 你磕我10% 我只磕你5% 以及10% 两种还分批的 川普就抓狂了 因为他打到他票仓 所以川普是这个 从头到尾 他根本不是要想 让美国这一种伟大 他胡说 我在今天我的脸书粉丝 有贴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就是 在中国的安徽的 一个女的工人 在织一块布 那块布是什么呢 是川普竞选的旗帜 那上面讲的是 Let America Great Again 你不觉得很猛事吗 他要做的这个东西 现在要磕他的管水 所以川普真的磕得下去吗 这些东西都是作秀 是 可是美中贸易战 包括日海贸易战 也是一些不确定因素 投资人现阶段 怎么持赢保态呢 最后40秒时间 我第一个建议各位 你还是要信赖美国的什么 美国的资本市场 美国的股市跟债市都仍然看好 但是他的股市看好的是什么 是川普最不熟的高科技股 第二因为趋势力量不会改变 5G仍然在赚 第二你若买台股的话 你不要忘了 也是跟川普对作 川普在打的是华为 你要买的东西 不是华为 华为没有股票挂牌 那么你要买的东西 是跟5G的概念息息相关的 这里头很多 比方说散热模组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同伯基板 因为现在进入到5G的 跟4G的长相也不一样 这些都是值得你去花力气 做研究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万宝 投过朱诚志 董事长的分析 谢谢董事长 好 谢谢 谢谢